陈云之路 作者 叶永烈 第22章 陈云坚持真理很勇敢 既然这些高指标经会议通过 陈云无法应顶 他采取了迂回的办法 他知道会议的公报是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起草的 便找胡乔木谈话 不要把具体数字写入公报 因为一旦公之于众 那就很被动 如果不公布 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加以调整 胡乔木不敢向毛泽东报告陈云的意见 由胡乔木起草的会议公报 还是写上了这么一段中央全会 提出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 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1100万吨左右增加到1800万吨左右 煤炭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27000万吨左右增加到38000万吨左右 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7500亿斤左右增加到10500亿斤左右 胡乔木起草的公报 胡乔木起草的公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 公报既然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也就见报了 公报发表后 纳钢 煤 粮 免四大指标 成了中国共产党全党 全中国1959年的奋斗指标 然而高指标脱离了实际 大跃进成了虚火 陈云一次又一次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 在1959年1月上旬 毛泽东在北京找陈云谈话时 陈云又说 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 指标太高 1800万吨钢恐怕有点问题 毛泽东有心改变高指标 十分赏识陈云的见解 说道那就拉倒 1959年4月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 陈云又向毛泽东提到降低指标的意见 毛泽东说 不能每天高潮 要波浪式前进 这表明他对高指标问题 已经要着手改变 然而 胡乔木起草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公报 仍然重述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中提到的四大指标 陈云看了之后 直接把意见告诉毛泽东 不应把这些指标写进公报 这样很被动 毛泽东听了觉得陈云言之有理 这时 陈云才提起 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结束时 他曾对胡乔木说过 并请胡乔木转告毛泽东 这下子 毛泽东生胡乔木的气了 毛泽东颇为尖锐地批评胡乔木 你不过是个秘书 副主席的意见不报告 那时 陈云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毛泽东表扬了陈云 说到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 多次提到 在四大指标问题上 陈云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 毛泽东还说 陈云这个人坚持真理是很勇敢的 胡乔木向来小心谨慎 很少受到毛泽东批评 这一回胡乔木矮批评 其实 当时他也有他的难处 因为也就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 王驾祥对人民公社问题有意见 跟刘少奇谈了 刘少奇转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甚为不悦 大抵知道这一情况 胡乔木未敢把陈云的意见 转告毛泽东 如果胡乔木当时如实转告了 毛泽东也未必听得进去 反而会怪罪陈云 何况 胡乔木所起草的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 是经毛泽东审阅 同意后才发表的